这些新闻先在您看到不怕天气热 蹲马步苦练打鼓 这是新竹县学子跟着彭作宏老师傅 学传统技艺 课后练武师也学打击节奏感 北浦国中北浦国小还有竹冬国小 参加全国教育新船杯 龙师鼓翼赛就勇夺四项第一 县长杨文科颁奖表扬 三所国中小参加全国教育新船杯 龙师鼓翼锦标赛用夺四项第一 我们最近北浦国中北浦国小还有竹冬国小 都参加了2023年的全国教育新船奖 都得到第一名 我想这成绩是非常的珍贵 也表示我们对于这些客家文化的传承 跟发扬光大得到了一个证明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传统技艺 我们很怕就是有失传的一个疑虑 所以透过从小我们让他从节奏开始 能够练习这样子的一个排演 那我想对于孩子站上舞台 有绝对的一个自信心 教练彭作宏致力推广传统文化 到七所国中小高中带武师队 训练打鼓也锻炼孩子体力 这次北浦竹冬国中小三校参加全国赛 在团体及个人赛都表现亮眼 国中组拿下省师双师创新 及省师多师创新组两项第一 国小在武师鼓翼创新拿下个人组第一 省师单师也夺冠 我从国小四年级到现在 然后师头要就是要有力 但是很热 很热的时候要跳完才能就是要坚持 你觉得最辛苦的部分是什么部分 应该是就是坚持下去 就是有时候练其实很累 武师也是真正我们的民俗文化 然后给他一个正向的他有兴趣的来练习 就是可以帮助他慢慢的成长 他有兴趣然后肯定他 不畏苦练马步走步跳跃 不断排演和练习都让孩子勇敢自信站上舞台 夺下四项第一未先争光 也让客家武师文化一代传一代